补贴住房、非正式听证和审查程序 如果您接到中子第八条计划的通知,您有多项权利,包括有权对中子决定提出异议。 如果您参加基于租客的计划或者基于项目的计划,程序会稍有不同。 我们先来谈谈基于租客的计划,有时称作住房选择券计划。 住房局将通知你他们有意让你中子计划,届时你将被告知他们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 你有十天时间请求非正式听证,以对中子决定提出异议。 住房局将在听证前尝试解决冲突,你也可以努力在听证前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会安排你的听证,你将在至少十天之前收到通知,进行准备。 听证开始前,你有权查看和复制与你的案件有关的住房局文件。 你可以致费聘请律师或其他人代表你参加听证。 你可以请求提供听证翻译员。 你可以反对和质问案件档案或听证会上提交的证据或证词。 你可以提出和询问证人。 你可以提交相关证据或答辩书。 你可以盘问住房局提出的证人。 你也可以请求合理的协助。 例如,让我们假设住房局通知的中止理由是你让单位空置时间过长。 如果你可以证明你当时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这就是对中止决定提出质疑的合理依据。 基于项目的中止稍有不同。 基于项目的第八条住房补助针对楼房而不是针对租客。 物业管理人有很大的权限。 这导致中止的处理有些差别。 物业管理人必须给你提供适当的中止通知, 包括向你送达适当的法律文书。 你有权请求在十天内会见房主或物业管理人, 以讨论有关中止的提议。 尽管这种讨论是非正式的, 你仍然有权在听证会上请求获得合理的协助。 物业管理人不必与你举行这种会面, 你不需要提出这种要求。 但是如果你这么做, 你可能发现问题并避免受到中止。 物业管理人不必向你提供 与您的案件相关的住房局文件, 但是,据于租客的第八条住房则有此要求。 务必了解你作为第八条补贴住房的租客有什么权利。 这段视频没有列出您的全部权利。 你可以在www.courts.ca.gov slashselfhelp-sectionaid找到更多资讯。 请考虎访уетnt Briana 杂志